大家好 歡迎來到唐啟洋談心事 陪你吃午餐的一個星座節目 吃飯了沒 有吃飽嗎 現在趕快去買便當嗎 還在排隊中嗎 有點熱 趕快替自己姗姗涼 用手機看 很方便的 所以介紹大家一個好用的軟體 就請你下載我們 Yahoo TV 的 Yahoo 的 APP 軟體 然後裡面請記得 請按一下 TV 的部分 電視的部分 然後娛樂綜藝這裡也按一下 你就可以進來了我們的直播節目 在唐啟洋談心事裡面按追蹤 那以後呢 就每一次都會通知你 你都不會錯過了 我們今天的談心事有主題喔 我們要談的是三人行不行 劈腿就不行 那劈腿不行 三人行幹嘛呢 當然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衣服多氣智了 我們強調的是一夫一氣智 雖然這個制度不是那麼的人性 但是人是會變的 所以感情中也常常會有 劈腿的情況發生 之所以講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邀請這一位 他並不是兩性專家 他也不是劈腿專家 他也不是被劈專家 因為他要演一齣戲叫 雖然人行不行 裡面的 新的一個演員 那就是阿喜 大家好 哈囉 老師剛剛在旁邊講得很有深度喔 真的喔 對 感覺我就是演一齣很有深度的戲 也是啦 也是啦 難道這齣戲沒有深度嗎 沒有 因為我們這其實是一個喜劇 可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喜劇 對 其實這個劇本是 國修老師李國修 屏風大師 他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寫的一個劇本 天啊 你幾歲了 先不要說 好啦 是1987年寫的 至少是20歲以上了 1987 喔1987 出生年次 但那個時候其實 我有去查了一下資料 那時候 老師好像是從 就是電視 好像又想要做回劇場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對 好像是連環砲時代 所以都是很多經典的小短劇 那原本這齣戲呢 是在一個小劇場演的 那就是非常近距離 讓觀眾可以直接感受到 你那個喜劇衝力的 然後大家有一種互動的感覺 但現在呢就是 我們把它搬到比較大一點的劇場 那演員也換了很多人 讓新的演員來嘗試看看 妳這個角色好像吳依佩演過 黃家謙演過 還有誰演過呢 好多人喔 對 麗英姐 楊麗英 最經典的版本 就是麗英姐跟國修老師 還有那個 曾國成 是 成哥 成哥現在還在 但是跟大家真的力推三人行不行 因為我們最近就是 真的非常的認真在排戲 等一下我錄完之後 又要馬上去排戲 喔 我們大概一次都排10個小時這種 真的 但大家玩得好開心喔 拜託阿喜我好羨慕妳 為什麼 就是妳可以在劇場啊 我是戲劇系出身的啊 喔 對喔 我反而都沒有 對對對 我反而都沒有機會在劇場裡面 其實 劇場就是黑色的塑膠地板 是 然後呢每一個人就在那邊很假掰的 在那邊壓腿啊 拉筋 拉筋啊 要先鬆一下 對然後每一個人看起來就是 很嚴肅的看看劇本 然後都很文青的樣子 是不是 欸但我們這齣戲演員沒有這樣欸 那就好 都話好吵 放屁的放屁 那林東旭一直在裡面放屁 這樣好嗎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子 待會我要來問問阿喜 就是排戲的一些趣事 好的 那我想先介紹 因為我想 我不想讓飲料 這三杯真的是 飲料熱起來好嗎 這是冷飲 他們不會熱起來 這裡很涼好 因為我想馬上喝到他 來鄭重跟各位介紹 他是歇腳亭 各位還記得歇腳亭嗎 這是歇腳亭出的喔 是的 我以前很愛喝歇腳亭欸 好 你以為歇腳亭 已經退出台灣了對不對 對啊 不是 不是 他之前老闆是把重心放在國外 他在加拿大 美國 澳洲 杜拜 文來 而且文來是皇室把他引進去的 他變更高級 國際化 國際化了 而且在國外打出了知名度之後 現在準備把重心再放回台灣 所以他們開了一個旗艦店 在忠孝東路那個四段 所以他們是準備大舉進攻回台灣市場了 真奶 來 你怎麼知道我就是要選這杯啦 唉 你要這杯是不是 沒關係我來者是客給你 你不是已經喝一杯 你幹嘛破嘴 你幹嘛破嘴 老師 你討厭 老師我怕你袖子沾到奶茶 是這樣子的 對不起 對不起 是這樣 因為他們問我說這三杯你喜歡哪一杯 我說我喜歡這一杯 奶茶嘛 珍珠奶茶 他說可是我們老闆很希望你幫我們推這個 曼月梅蘋果汁 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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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無糖 這杯是爆爆水果茶裡面有爆爆的珠珠這樣 我說這一杯可能還比較有滋味 他說所以你希望我在這兩杯裡面挑一杯嗎 他說嗯 我說我不能挑這一杯嗎 他說 他說嗯 先不要好了 然後可是看我一副很失望的樣子 他們就私下調了一杯給我 好不然我來喝這一杯好了 嗯嗯嗯 因為我個人 你不要客氣你也可以 你喝你要的啦 我個人非常怕酸 想說這看起來 有一點酸 好那這杯給你 然後這杯我喝 無糖欸 無糖啊 因為你需要變瘦嘛對不對 很需要 很需要齁 那我是已經放棄了啦 所以我沒差 黑 好 啊我把這個setting好了之後 我活力又來了 雖然很有精神 我們可以繼續的聊下去了 阿喜阿喜你也是網路起來的對不對 對我其實 剛開始是拍了一個網路影片 然後就是比較像 比較可以放得開 因為那個時候我其實算是 在做廣告試鏡 然後或者是平面試鏡 但我怎麼試怎麼不中 因為我就是長得壯 然後也比較 沒有真的太漂亮 但因為公司其他女生就是 大家都是氣質的漂亮的這樣 那時候 我的朋友就想說要拍一個短片 大家就想說 我幹嘛要這樣子籌號我自己 我美女欸仙女 我就說 我 我都每次都按阻我 就想賺錢 然後就拍了一個叫做 我女朋友口頭禪的短片 就紅了 就突然大家很 就認識我了 這樣 但其實那時候我就什麼都不會 不會啦 真的 因為大家都說妳是 正妹裡面最會搞笑的 搞笑裡面最正的 喔 真的啊 哇 不然把小天天抓來比嗎 沒有啦 小天天 已經很正啦 對 她正在學饒舌 我是一直要跟她跟進 有沒有 中國有嘻哈 拜託 妳自己不是出了一張專輯 哇 我的愛情不平凡 對呀 Who are you Help me 被你捕捉的真心讓我驚喜 新鮮精彩的劇情特別佳意 妳像是一座生命森林 充滿危險不在意 心臟不痛不痛不痛跳不停 我的愛心愛得不平凡 用力狂奔不讓我等待 我的愛心愛得不平凡 抓住線索別離開 妳現在等於是從網路上起來之後 妳慢慢的往主流靠近了 比如說也主持了一些電視的節目 是 然後也開始出唱片 對 然後也開始演舞台劇 耶 拍電影有沒有 有 妳看 妳簡直是全方位 妳要把所有的正常管道出來的 藝人氣死 沒有 但我現在就很認真在 就在學習做正常藝人這件事情 真的喔 因為 有包袱了嗎 開始不搞笑了嗎 也沒有耶 隨時都可以 對 我覺得妳今天還是滿三八的 OK 我安心很多 我安心很多是不是 妳原本想說 那不然我等一下 欸 前面給幫我剪掉嗎 不不不 妳剛剛翻白眼的一定會留下來 可惡 剪成預告 是 嗯 因為其實 網紅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 嗯 大披肩在身上需要脫掉 大家就會覺得 網紅就是 只會很瘋 嗯 然後妳只會很誇張的表演 嗯 或者是就覺得 呃 除了戲劇功力不夠以外 其他 妳就算是 很像沒有接觸過 真正的這個圈子 嗯 等於我 拍完短片之後 我出來接戲 主持唱歌 這都完全不是我擅長的 嗯 可是大家就覺得 妳在鏡頭前 可以放得開 代表妳應該是 可以很快把這件事情上手 對 應該是 但真的沒有 所以就自己 那時候突然壓力也很大 蛤 妳好誠實喔 我真的很誠實 我後來做這樣的事情 都很上手 可能是我在編排 超容易 好討厭喔 對 這樣會被打 這樣不行 可是真的蠻欠揍的 的確妳在大學念的是什麼 老公關係戲 對 這是什麼戲 這就是以後立志要當阿菊姐成菊 的這個戲 可是這個戲的概念 非常的符合妳的星座 妳是水瓶座耶 水瓶座就是人際關係 而且是大眾圈子裡的人際關係 很不好的星座 不會不好 妳就是走勞工路線 或者是後來妳因為網路紅人而爆紅 都非常的水瓶 蛤 而且今年有事業運 恭喜妳了 謝謝 太好了 真的 不是賺得到錢的那種事業運 還是徒勞務工的 不是徒勞務工 是徒有虛名的那一種 那也是不錯啦 至少有虛名 來來來 OK 這個水瓶座即將走的這個事業運 它是指第一有貴人提拔 所以所有的水瓶座都恭喜妳了 然後第二呢 是有作品拿出來 而且是重要的作品 所以有可能會什麼 報這個獎 那個獎 而且說不定會得獎 好棒喔 可是今年金鐘已經提完了對不對 提完了等明年嘛 等明年嘛 才剛儲存作品 是的 然後第三個呢 它有可能就是譬如說結婚 蛤 因為有的人不見得在事業上說 我一定要怎麼得獎嘛 他人生中的一個進階就是 譬如說 我要當新娘 從未婚變已婚 或者是從新婚夫妻變成爸爸媽媽 這也都是進階 或者是無殼變有殼 買房子 買房子 我很需要 這個運也可以好好的掌握 所以所有的水瓶座都可以掌握 這幾個運勢喔 當然 還有工作上有可能升官 或開公司 喔 因為我好像也沒得什麼升官這種事情 不會啦 你會被很多大老闆也好 或者是大團體也好向眾 譬如說三人行不行 找你去演 他是不是一個老字號 對 亮堂文創 漢堂文創 亮堂文創 是我們導演 就是 他是 他也是亮哲哥的老婆啦 喔 他叫黃玉堂嘛 他是堂字 然後跟亮哲哥的亮字 亮堂文創 重新組合那個三人行不行 這個是 請大家多支持 平崩 以前的老戲嘛 對 經典的喜劇 然後八月的時候好像還在那個 大恩森林公園有播 有演出露天的 簡直就是這個劇場界的五月天 唉呦 那天真的是塞爆大恩森林公園 而且大家笑到樹都快被連根拔去 真的 這麼覺得 OK OK 真的太好笑了 而且明明就那天超熱的 沒有人要走 人越來越多 後來擠不進去 因為我有一點就是迷路 找不到路 還問那個路人 他們大概一直就把我往後撥 然後我看一眼 你看他不講我是阿喜 阿喜女神來了 這是最後演完之後大家 因為太關注在舞台上的表演 才想說 你是不是那個 你也有演是不是 拜託拜託 到時候麻煩到那個南海劇場 欣賞我們的表演 植物園裡面那個 對 那是 好懷舊喔 對 很懷舊 那是一個 也是一個經典劇場來著 是 大家都會這樣子 連在一起看戲 然後 我們的時間是 10月6號到10月22 我自己的場次是 10月8號 10月13 跟10月21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 這個阿喜演技如何 然後或者是 他有沒有把衣服換錯 因為換差很快 對 對 台詞有沒有講錯 他在台上有沒有跌倒 太好了 歡迎去看 這個是我們三個人在台上 分是大概20角 然後一個人大概就是 0.5秒要換一個角色 好可怕喔 所以真的 大家常換了之後 我聲音沒換 忘記了 小歪 上身上的不夠好 不夠徹底 那 南部的朋友也有機會可以看到 在新營文化中心 11月4號跟11月5號 OK 麻煩大家可以去谷歌一下 三人行不行 在兩廳院售票系統 謝謝 所以就是時間段是這個 10月跟11月 10月跟11月 10月6號到10月22 11月4號 11月5號 那大家要好好把握 錯過就沒有了 麻煩你們了 拜託拜託 謝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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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次挑戰舞台劇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你有沒有 進入困難症 比如還是說 你很喜歡這種大家庭的感覺 我其實 我覺得我一直都是 真的蠻 跟群眾有點抽離的人 就是我假裝跟大家好像 都很一滴一滴 但就是回家之後會想說 我今天幹嘛那樣 不舒服 然後加上 應該要更抽離才會讓你舒服嗎 好像需要一點自己冷靜的時間 那我覺得因為 在這角色上 有很多 因為太多人物了 所以回家做功課 也對我來說非常困難 加上我又在拍其他的戲 剛有在宣傳 我大概挺不平凡 所以就弄得自己每天都是這樣 紅 那經紀公司認為 演舞台劇 對你的演藝生涯 是什麼影響呢 為什麼要安排你演舞台劇 想要讓你去試一試 這種訓練的過程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自己之前 剛開始接戲的時候 就真的是 一直沒辦法進入角色 然後 對 你說演電視或演電影的時候 對 而且我很害怕 我是怕到我覺得 拜託不要讓我接好不好 我懂我懂 那劇場就是一個最好的訓練 是 所以 剛開始我原本就說 我要去報名那個演員訓練班 老闆就說 請問你要去跟誰報名 你要跟誰一起上課 然後 還不如把你丟到一個舞台劇裡面 對 那 因為之前有合作過的老師 他們剛好就是 表演班的老師 那 也看過我之前的表演 我們有上過課 他就覺得 不如你來試試好了 因為 就算你很笨 但是你是一個好學生 乖乖的 我一定 固定星座 真的啊 對 金牛獅子天蠍水瓶 我們笨歸笨 但我們很努力 有真的 很認真 很認真 好 很怕讓老師失望 每天就是 一直在做功課這樣子 真的這次做好戲 希望大家來看 大家來做 壓力好大 要把我這麼差嗎 現在其實還不 我們要用柯市長的 他的方式 其實我們的票房真的不好 希望大家來幫忙 好嗎 謝謝啦 柯市長那個世大運 大家以為沒有人看 結果全民參與 爆滿 我昨天好想看女網 看不到 那你就來看我跟林志玲的直播啊 真是的 好我們今天進入主題 因為這是三人行不行 所以我們就講到劈腿行不行 好不好 Oh my god 請問一下 你有遇過劈腿嗎 有 你有劈過人家腿嗎 沒有 因為你上身是射手座 傻傻 傻傻 傻傻不會劈人家腿嗎 傻傻就是痴情啊 從頭笨到尾的那一種啊 什麼 我以為我很聰明 我以前很冷靜 各位你們覺得阿喜 看起來像聰明的人嗎 哇 妳看 妳看起來是美女啦 行情不錯 但是 但妳看起來智商很低是不是 不是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會痴情的那一種 喔 妳覺得呢 我覺得我蠻痴情的 分手分不掉 欸 的那一種 就別人甩妳甩不掉 分手分不掉是什麼意思 分手分不掉就是 大家都說這個男友好爛喔 就是他真的不太適合你 所以我覺得我再試試看好了 再試兩天 好不好 一天 五分鐘 喔 那後來妳剛剛說妳有遇過劈腿嗎 嗯 那他都劈腿了 妳要怎麼說服妳自己 呃 真的沒有辦法說服欸 可是又做一些很變態的事情 比如 那變態 我就入侵她的所有電腦系統 然後知道她所有的帳號密碼 好厲害喔 欸 天才欸 而且趁她出國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本來就有她家的備用鑰匙 我就進入她家 然後欸怎麼聽起來像是一個 那這樣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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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算是聰明的喔 然後我就隨時看到她在線上跟別人聊天 而且我還怕她抄下來 我用抄的我不是用照的喔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怕我會忘記 而且我跟你說 她抄下來不是更不會忘記嗎 而且拍的是會放在手機裡嘛 所以有可能也會被發現 所以用手寫我比較能藏起來 好 就會經過緊密的計算 都已經這樣了 妳抄寫的心情如何 其實妳會看到那些對話的閒失 或者是親密的程度 對 很虐 很虐 妳有自虐的傾向 對 我不敢看 真的嗎 我後來也是 我覺得就不要看其實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我看了以後 直接就拿一把刀殺了她 所以為了不想當殺人犯 所以我寧可不要看 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潘朵拉的盒子 我覺得是 妳打開了一個黑暗的世界 我看了之後我就打電話給那個女的了 因為我知道那女生原本就是在做生意 我原本要直接殺去她的店家找她 但因為她的店倒了 她恭喜妳喔 其實我覺得這種事情 我們人在其中的時候都會失去理智 對 我覺得那時候有點太失控了 一定會失控 因為妳會很想要覺得說這個女的是誰 但我要告訴大家 犯罪的人或者是犯錯的人其實是那個男的 是 對不對 是 那個女的說不定是被她騙 或者是 老實說你們品味相同的 妳何必為難她呢 住血了嗎 沒錯 給我血漿 大家也算姐妹一場 所以 嗨 謝謝表姐 但是在那個情況下 我們往往就是把它做一個錯誤連結 總覺得說難道我比這個女的差嗎 你就會很好奇想要去知道這個女的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就忍不住把她跟自己做一個比較 然後會有一種挫折感 好像我們被她打敗了 我們不如她好 所以很多人就把那個怨恨投射在這個對象身上 就是女的身上 其實不是 問題的癥結點可能是這個男的 譬如說這個男的跟妳的交往已經到了 柴米油鹽醬醋茶 已經到了一個 她覺得妳覺得她不可愛 她平凡無奇 可是另外一個女的看她的眼光是崇拜的 新鮮的 還是把她當個很man的人看 不像妳 妳看她已經相看兩眼的情況下 所以她在那邊找到成就感 有時候她被吸引的不是那個女的有多好 而是那個成就感吸引了她 所以有時候如果這個局被戳破了以後 說不定她就可以有一個選擇 比如說她不一定會奔向小三 她有時候可能會要回來 但是中國網友很有才 她說前男友 就好像掉到大便上的鈔票一樣 不減可惜 減了肮臟 肮臟 減了肮臟 減了肮臟 到底要不要減回來妳說 妳懂嗎妳都看到那個對話了 如果她跟你認錯妳要減回來嗎 我就是還是要取決於那張鈔票的態度 是多大的鈔票是嗎 是多大的鈔票這樣子 如果是一張一百塊就算了 當然 如果是一張一千萬的支票 Oh my god 這是我的baby 要減啊 洗一洗嘛 洗一洗 但怎麼洗 就那時候其實 就打電話給那女生 我不是想要跟她比較什麼 我是想要跟她確認一下 就是 那男生跟我承認的時間點 跟他們對話的過程 跟他們的關係 是不是有再說謊 就比如說 男朋友可能跟你講的那一套 跟他說出來的是不是一樣 妳要對這個東西 對 妳要確認什麼 確認男朋友是否誠實嗎 因為那時候她就釋出很大的誠意說 她要跟我一起去上一些心理課程 做一些心理諮商 因為她覺得我還打她給那個女的 然後還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可能有病 她覺得我可能瘋了 就是被她影響 突然哪一根那個不對 突然 傻傻的 妳這樣真的傻傻 後來呢 後來我們還真的一起去看醫生 妳好乖喔 我們還一起去看醫生想說 為什麼要去看醫生 我沒有生病 然後醫生怎麼說 給妳吃了什麼藥 醫生說 小姐妳在做這些事情可能會心魂 妳可能有那個躁鬱症 那我覺得我應該沒有 我只是瞬間對那些事情就是 打擊很大 打擊很大 突然太執著了 但後來我又變得有點過度放鬆 因為我就不想要啦 輸離了 就覺得隨便妳 非常的水平座 沒關係 高峰那麼尖銳 然後碰的又忽然間沒有感覺 真的會突然耶 可是好像是一種累積 然後後來他怎麼樣 我就真的 真的沒關係了耶 沒什麼感覺 就會看到那個女生的照片 或是他在跟別人聊天什麼的 真的沒感覺 其實這很固定工 固定工的人是 金牛獅子天蠍水瓶 我覺得我們這一組人是有額度的 妳踏破了我們的額度 譬如說 在額度未滿之前 我們還很喜歡妳 或很想佔有妳之前 我會委屈求全 我會用盡全部的力氣 可是呢 而且有時候我們會有一種執著 會讓我們自己變得很可怕 對 真的很像後宮甄嬛傳耶 非常可怕 可是其實我們變得那麼可怕 是因為我們還在乎妳 是不是 在乎 但是這一點我要勸 固定星座的女生 就是說 老實說 當我們變得很可怕以後 別人也只會怕我們 對 不會覺得我們很可愛 也不會發現我們有多愛她 才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控制自己一下 就像我會很自覺 我絕對不會去看短信 因為我覺得我看了以後 我會陷入一種很惡劣的想像當中 然後對這個人 從此生悟痛絕 所以我不去看 基本上我還不想斷了我們之間的關係 妳看了反而就註定要斷了 我覺得啦 不過斷了也好啦 因為額度滿了 我們回頭 我們就再也不回頭了 所以一個固定星座真的離開妳以後 我覺得基本上很難複合 對 目前沒有 她有沒有試圖求妳複合過 有啊 那妳沒有答應 妳就冷了 沒感覺了 不好玩 那我問妳 後來妳看我的臉書 我常常說 水星逆行啊 金星逆行啊 遇到舊情人 妳有沒有再遇到她過 有 真的有對不對 有 就會齁 對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大腿麻麻的 妳怎麼又知道 因為現在網路上的訊息很興盛 也是啦 有時候就忽然間妳會看到 誰share了一篇文章 居然是妳的前男友或者是 的訊息 她又做了什麼事 有些訊息會傳到我們的眼中 所以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現在還是在水星逆行階段 到9月5號 所以還在前任情人會在那邊 有許 或者是前任朋友 所以這段時間也很容易開同學會 大家會一直想要揪朋友局 然後呢妳這個訊息也會跳出來 是跟國修老師有關 對不對 她也是老朋友啊 而且這發生一個很神奇的事情過 就是我們那個網址連結 就是 就主辦單位貼給我們 點進去居然是三叉口 三叉口是國修老師的另外一齣經典戲劇 比三人行不行還要難大概十五倍之類的 就 但那個連結是不可能出現的 但真的出現那個照片 現在想說是不是什麼旨意 有點可怕 大家 有 很驚人啊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水唸的 這應該是鬼月 這 各位好兄弟啊 我們大家都和平相處 和平相處 好 既然三人行不行 我們就來看 經常陷入三角鏈的星座有哪些 看看有沒有阿喜的水瓶座 有沒有我的天蠍座呢 來看一下排行榜 第一名摩羯座 同不同意呢 同意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我覺得摩羯座是悶騷派 然後他們是三角鏈的常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喜歡成熟穩重的類型 也就是說他們的菜 多半是已婚人士 對 對 或有一點成績的人 那這種人 身邊可能已經是有伴了 真的是 很容易對不對 好 除此之外呢 因為這一類才能滿足他對男人的需求 除了很穩重以外呢 很可能也有一些 讓他有安全感 那摩羯男生很喜歡有風塵味 風塵味的女生 風塵味的女生 所以如果說我喜歡上一個摩羯男 我就要打扮了票 就會差一些水怪藍的眼影 或者素妖綠 完全弄歪 這個文章不是我寫 但我同意他 因為我覺得摩羯座喜歡有歷戀的女生 有耶 懂得不是小女孩的那一種 但就是要有一點姐姐 對 有一點姐姐 或有一點懂事 然後有一點滄桑 她也覺得蠻有味道的 好奇妙 是 然後呢 所以人際關係中 可能也不是很單純 而且我剛剛說了 摩羯座是悶騷 是 所以外表堂堂正正 或貌似忠良 或者是看起來很正派 但私底下 不知道在幹什麼 搞青年三的也還蠻多的 可是他們很難攻破耶 感覺前面那個前置期要很長 是 假裝還很那樣子 你要知道 當一個很容易為了感情 頭暈 然後在那邊 我今天失戀了 我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旁邊還可能會去發現說 你怎麼了 你愛上了誰 不行 或者是阻止你 或勸告你 摩羯是他外表就如如不動 看起來很正常 可是私底下很可能那個 情緒的奔流 蠻雲覆雨 對 非常的奔放 蠻疼 然後他也不會讓你知道 而且他也忍得下去 他們好能忍喔 我遇到的朋友 真的 到現在謝金燕姐姐的那個 孩子的爸是誰 我們都還不知道呢 是不是很能忍呢 是 典型的摩羯女 摩羯女如果不陷入三角鏈 其實我覺得他們通常的人生是 被他經營得滿成功的 有喔 對 但是如果你要經營秘密戀情 你應該也會經營得滿成功的 但是你們會很苦 不要再忍了 真的 講出來吧 很辛苦耶 讓我們幫你公布出去 那你跟我說 強迫你分手 強迫你分手 然後你就會活在正大光明裡面 不需要挑苦頭給自己吃 我們來看第二名 雙魚座 那是一定要的啦 雙魚座是不輪廉的常客 因為它很容易沉浸在當下的氛圍裡 什麼叫做當下的氛圍呢 那就是不顧現實 也不顧眼前的一切 只求當下感覺 感覺 感覺 對了 怎麼有點瞎啊 你說呢 你說呢 我跟我一樣 不會啦 你還沒有上榜 待會兒就看看有沒有你 好像被威脅了 太陽金星 或者是 我覺得上升星座也可以參考一下 好 雙魚沉浸在當下的氣氛當中 很容易去迷惑他人 最重要的是 他們不會嫉妒跟吃醋 你知道雙魚座這個星座在占星學裡面 它代表犧牲跟奉獻 所以他其實是不介意當那個犧牲奉獻 或背後靈的人 真的 對啊 他如果一旦知道自己是小三 他可以把小三扮演得很好 我沒關係 對 我不上位沒有關係 你好就好 這叫做犧牲 這叫做奉獻 好偉大的一個星座 所以你說那個男的是不是很開心 喔 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對不對 而且反而會更愛他 因為換成我們固定星座 我們是屬於戰友慾比較強的 我們怎麼可能說沒關係 我們很怕說了一句沒關係 你就真的跑掉了 或你真的更愛他 我們看著你走了以後 就覺得不能接受 可是雙魚座他可以忘掉 他可以想說沒有關係 你還要跟你的太太和和樂樂 你開心我就開心 哪裡開心啊 他真的可以自我欺騙 他真的可以麻痹自己 真的可以無我 那這個至高無上的精神 就會讓很多男人很感動 好爽 這太爽了 這太爽了 所以他們其實有時候反而能得到你 像我們這種人能夠得到更多 譬如說我什麼都不要 所以人家什麼都給你 那我們是屬於那種 欸你家用多少錢 拿來 對 然後就不拿來 開始跟我們斤斤計較 其實我們多簡單的一個人 我們很實在 就是 對啊 好不好 不要假裝 我們都會寫帳本給你的 對啊 我們可以開收據喔 跟我勤款 對啊 但是我們如果學會 我覺得每個星座有每個星座的強項 像我們要學會放鬆 放手 其實我們這種固定星座 不放手會很恐怖 放手反而比較迷人 感情上嗎 感情上 因為我們沒有自信才會抓得很緊 我覺得是 是不是 我們如果很有自信 然後你愛上別人 那就去吧 我們很帥氣很瀟灑 很有自信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迷人的 我後來這樣男朋友都好怕我 因為我對他們都沒什麼感覺 是不是 他們就覺得抓不住你 是 那變動星座則是要學會 就變動是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你們要學會的是我們的務實 好不好 學著跟我們一樣 會算帳一點 因為說真的 有的 雙魚座說我不在乎 然後有的會得到好的回報 有的是真的就被糟蹋到死 對啊 你這麼值得被虐誰不虐你啊 是的 所以有時候要看運氣 運氣不好你就遇到那種壞人 然後就消費你到最後 其實是很不好的喔 雙魚座 好 那因為你太浪漫了 你太注重那種天 怎麼說呢 緣分 太注重那種FU 天雷勾動地火 你太容易被這種東西束縛 所以必要的時候到廟裡走一走 這蓋一下 好嗎 我覺得真的很需要耶 真的很需要 他們有時候需要神明拉他們一把 因為普通人已經拉不動他們了 有要聽話好不好 對去這蓋 乖齁 來 第三名 第三名 射手座 好 你上身射手 那我這樣我也要看這個嗎 對 哦 因為射手是感覺路線 對感情毫無射限 看似高手的他 一旦陷入愛情中 反而成為痴情種 反而成為傳統派 我覺得傳統派 當認定對方會 義無反顧地投入三角鏈當中 包容另一半的所有特殊狀況 包括對方說 你等我喔 我先去批另外一個人 批完了我再回來喔 射手座也可能說 好 啼笑嗎 啼笑了啊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妳去問小禎 妳說好喔 小禎 我不敢問 小禎姐是等老師想問妳 沒有其實 其實我常常在節目裡面 舉名人例子 是因為大家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對對對 比較感受得到 哦 原來就是那樣 是 那小禎當然也不是只有談感情了 因為她覺得家庭的和樂 最重要 希望孩子 有媽媽 有爸爸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典型射手喔 我們上次有做過一個排行榜 講到射手為什麼會離不開一個錯誤的感情 是因為他們膽小 為什麼 膽子小 其實很多射手是膽子小的 她就是希望人生當中有一個伴 就算這個伴像個影子一樣 或者是她一直在忙別的事 沒有很照顧她 但是她都會騙自己 有總比沒有好 其實只要射手膽子大起來 妳一個人都可以過日子的時候 妳就無敵了啦 其實射手座很無敵的 可是射手是不是很需要一個那種 大家保護家的感覺 她真的要 她常常是一個 她覺得自己裡面是個小女孩 需要別人照顧她 但是其實很奇怪喔 射手座是很強大的 她可以照顧身邊所有的人 但她依然覺得自己很虛弱 很小 很需要被保護 所以射手座非常矛盾 真的很奇妙 所以打中她心的那一個 讓她覺得說我沒有妳不行的 那個人就可以奴役她 那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他們是不是很容易重疊 感情上 不能沒有空窗期 好像是我身邊的射手朋友 就是一個無縫接軌重疊要不行 重疊兩年半那種 妳說的應該就是她劈腿了 她自己 可是她不能認定那是真的劈腿 其實我覺得那個 喔 我懂妳意思 對 她對上一個人 就其實本來就是沒有感覺 但是一起生活了這麼久 就是家人 但另外一個人等她等了兩年半 她覺得是真愛 這樣妳們很不公平耶 但是我覺得變動星座 蠻會自欺欺人的 所以在那段時間她可以告訴自己說 我跟這個 是沒有感情的 而我跟她是真愛 然後讓自己度過那段混亂期 可是呢 其實在外人看來 這叫男女關係混亂 好嗎 是 是不是 尤其是我們固定星座 我們固定星座是切得乾乾淨淨的 這九四劈腿 對 我們會切得乾乾淨淨 再開始下一段 就是把前面那個魂收回來 然後用正常的自己去投入下一段感情 可是他們是比較容易在混亂當中 好 我不是批評變動星座 但是變動星座 你們有很多很特異功能的地方 比如說你們真的很會找一個漂亮的理由 說服別人 說服自己 那很可能你就會原諒 不該原諒的人 對 或者是處在其實真的很混亂 但你認為你搞得很清楚的狀況 他們覺得很聰明 沒有 有時候聰明反被聰明誤是這一點 這個星座容易遇到的事情 所以變動星座自己要注意 而且你們都太會說服別人了 讓我們相信你的私奔是對的 你的選擇是對的 然後我們就勸不了你了 對 是不是 好 來看第四名 是誰 天明座 你身邊有沒有 有 也蠻容易陷入三角鏈對不對 對 他都形容自己 他就說他沒關係 他可以當慰安婦 這樣就吵了 哇 大白話耶 對 他說沒關係我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身邊的人怎麼講怎麼罵 就是 講不聽 好 我們來看 天明座陷入三角鏈情 不外乎兩種狀況 一個是他太不在乎另一半 導致對方心生怨對而劈腿 這是別人劈他腿 或者是個性好的天明 電力太強別人自動黏上來 所以就是自己劈腿 或警覺性太弱又不設限 就很容易成為三角席題中的一員 呆呆的這樣 對 也有一種呆呆型的天明座 那還有一種就是 他太浩克了 太海派了 就很多朋友 是 每天都要呼朋一班 是 關之靈就是電力發展中心 發電機 發展中心了 規模很大 他當一輩子美女啊 是不是別人送上門來 對 大家都愛他 對 大家都愛他 然後呢 有些天明座 也是屬於你說的無縫接軌 他很需要有人在旁邊 喔 朋友不行嗎 一定得是情人這樣 應該這麼說 我遇過一個案例 他就是先生被調到海外 然後他就一個人被丟在那裡 但天明座是一個很需要生活中有人陪伴 比如說有商有糧 今天遇到什麼事 總是有一個人在那邊照顧他 或者隨時來幫助他 結果老公都不在 就是調到別國去了 然後兩個人這樣子生活了三年之後 終於他被攻陷了 他就被他的主管 他的主管就發現說 你一個弱女子很喜歡 我來照顧你 對 常常一來二往的照顧來照顧去 他們就發展出婚外情 然後他就慢慢的 就很糾結 然後後來就考慮要不要離婚 有離了嗎 後來要離了 蛤 因為先生其實這麼久不回來 也是有鬼 那離一離好了 恭喜你喔 所以你知道這種 兩地相思的這種事情 不要發生在天明座身上 這種故事真的在告訴大家不要結婚 爛結論什麼結論 其實阿喜 三人行 不行喔 阿喜將會是新一代的滅絕時代 亂說話女王 差不多了 好 我覺得他比我還要亂說 你很有希望喔 我們來看第五名 母羊座 有 有吧 那有 真的有 我告訴你喔 來 母羊座是亂愛一通 明明心中清楚雙方不合適 身邊的朋友可能也大力勸阻 但是感覺到了就是先愛再說 而且愛上之後呢 眼睛全瞎 顯而易見的缺點都看不見了 還會幫對方說情 被愛沖昏頭的母羊是一點理性都沒有 我覺得母羊座真的分兩種 一種是elegant 然後很理智的 一種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亂愛一通行的 衝衝衝先得到再說 然後很可能她進入了一段感情之後 萬一裡面出了什麼狀況 她也會為了面子不去提 很多母羊 很顧全大局的女人 是 她們是顧全大局型的女人 那還有一種就是我覺得蠻自我中心的母羊 自我中心的母羊就是 她覺得她自己是公主 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男人只是配備 所以她今天她也不覺得她在劈腿 或者她愛上別人的男人 她也覺得我就是愛她 或者是她愛我的 對 對 母羊的態度是非常愛自己的 就是是她愛我 很有自信 對 但是妳也不要認為母羊座很聰明 因為有一些母羊 她也許在富商跟窮小子之間 那個窮小子可能只是很會翻跟斗 她卻覺得翻跟斗很有趣 我要跟那個窮小子在一起 有可能也會做出這種很衝動的選擇 真的是這樣 但是眼睛還是一直在冒愛心 是 迷幻 所以妳知道母羊 母羊就是獵人 妳要讓牠愛上妳 牠去獵妳 牠就會變傻瓜 那如果妳要去追母羊 那不好意思 那牠就是 妳要看妳貢獻多少 看妳對牠多好 那或者是牠人生是不是跌一跤 需要妳扶持呢 如果你追牠其實成功率不高 除非後續這種很務實的條件 妳又滿足牠 OK 這是我們可能會 容易遇到劈腿狀況 三人形的一些星座排行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網路調查 調查網友言論 如果外遇發生了 有大家的一些 百分之六十八說是不原諒的 不過還有三十二是選擇原諒 那麼我們十大不可不知的劈腿征兆 是什麼呢 很想看哈哈 來看 第一 接電話時會起身離開 起身離開 阿喜為什麼今天的菜那麼難吃 我就跟平常做的一樣的啊 我覺得妳退步了 哎呀 因為小三 這種就是有問題 小三做的很好吃 而且那種挑的沒頭沒腦 比如說腰部有點脆肉 平常那個肉就在那邊 晃來晃去了好嗎 為什麼現在才嫌 或者是妳肩膀幹嘛那麼寬 就已經這麼寬了 妳肩膀出身就那麼寬了 我媽剖腹可以嗎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沒有啦 我也是後來才長成這樣的 哈哈哈哈 好第三 發脾氣的頻率增加了 我覺得那是一種人的潛意識 哈哈哈哈 這個很好笑 因為她很想離開這個狀況 所以她要找一個合理化的理由離開 好討厭喔 是 所以一定要生個氣 然後讓我奪門而出 以為是妳的問題 是的 我真的沒辦法跟你 這樣 怎麼 一來是這種心理因素 二來是她真心的看不順眼 喔 已經不舒服了 跟妳在一起就是 妳知道劈腿的人 她就是在兩個狀況之下平衡 一下覺得妳好 妳可憐 一下覺得她也不錯 她也很可憐 然後就開始心分裂成兩半 可是 這真的是很為難 對 妳最可憐 好不好 妳有病 其實我覺得 中間那個人最可憐 對啊 妳有病 嗯 能夠安詳其人之福的 我覺得都是高人 對 一 妳要很沒良心 二 妳要運氣很好 這兩個都 遇到一些比較 是 比如說遇到兩個都很弱 然後他們都需要妳 很可能妳就可以成局 如果你遇到兩個都很有個性 那不好意思 妳就水深火熱了 妳要輕易嘗試喔 嗯 來 第四條 不會主動要求或拒絕清熱 以前常常看到妳就流口水 現在忽然看到妳覺得 啊 走開啦 我想睡覺 我很累 會不會有一些女的 就把這件事情弄得非常的極端 就說我問妳 這個禮拜我們 有 都沒有 是 妳一定有問題 嗯 我只是累啊 還好啦 還好吧 沒有 我們平常都四次 妳這次現在都只有三次半 不行 欸 妳好像在講妳自己 是嗎 不是 喔 如果遇到這種女朋友 那就是跟做業績是一樣 業績要做嘛 北區銷售冠軍 哈哈哈 三丁病 我覺得男生壓力也會很大 很多人其實在一起久了 就變室友了 對啊 常常是這樣子 還能夠維持這種 譬如說男朋友心裡也叫苦連天 以前能夠四次是因為妳身材很火辣 現在胖了20公斤以後 我真的連四次都做不 連四下 對 都做不下去 還四次咧 好 可能心裡是有OS的 好 來看第五條 第五條是突然重視外表和打扮 是的 Polo衫突然立起來了 臨子立起來了 開始想減肥了 喔 開始嫌自己的衣服不好看 內衣褲也換了 內衣褲換得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 沒事內衣褲是要給誰看 就是 妳應該穿破褲子出去 然後在外面的廁所換上妳的新褲子 知道嗎 好不好 做人要聰明一點 不是這樣子吧老師 我都教妳了 妳要P的好啊 至少妳要想要騙人 就不要讓人家發現 我覺得 但是妳那個Y7牛8的老公 突然間又噴香水 又穿漂亮衣服就是有鬼 真的 而且重點是Y7牛8的老公 拼什麼 Y7牛8 他們開始減肥了 對 對 所以妳把它養成豬的這個策略 是失效的 OK 再用用其他的方法 是 來 第六條 手機常常沒接或關機 嗯 然後告訴妳沒電了 這個真的太有鬼了 或者是馬路上很吵 喔 開視訊啊 沒關係 我有看到臉就好了 現在妳知道大陸 後來有研發一些軟體就是 換背景 這個真的超級有勢的 背景 他們市場大 聽鬼的人口多 對 以前說Motel可以換環境營 對不對 然後後來變成視訊可以換背景 以後還想要怎麼樣 就是 後面就算有鬼都看不見 妳看看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上新聞 她就是女生就有男生的定位系統 然後她就問她說 我問妳在哪裡 她就說 呃 怎麼了嗎 她就說我看到妳人在Motel裡面 然後男朋友就說 怎麼可能 我就在橋下打籃球啊 你有沒有剛剛那個新聞嗎 喔 剛殺的很大 她就傳了一張橋下打籃球的照片給她看 她就說那張照片是妳拍的嗎 問了大概三次吧 那男生就說妳到底想要表達什麼啦 然後那個女生就傳了一個連結給她看 那個搜索引擎就寫 橋下打籃球 然後就那個 看我一張照片 可以抓到了吧 妳就算做那個照片也要做好一點好嗎 又是這樣 老師不是這樣啊 對不起 妳不能Google的第一張照片 要Google的第一百張照片 知道嗎 不要說我沒教妳啊 記清楚了喔 記清楚了喔 下一條 時不時還特別溫柔體貼 奇怪 奇怪了 這個是針對就是異常行為的論法 就是以前都不溫柔體貼 怎麼現在溫柔體貼了呢 可是怎麼有這種心態 真的有 真的有 我以前在二十幾年前看過一本小說 那本小說裡面 它就講一個外遇男人的心情 他那一天反而特別的 因為外遇完了 就覺得老婆很可憐 所以經過了 內疚感 對 他經過了一個車站 然後有一個蛋糕店 他忽然間就帶蛋糕回家 就覺得應該要對老婆好一點 老婆拿到蛋糕的那個當下 就知道出事了 蛤 因為妳從來不這樣做 好可怕喔 鬼故事 不是鬼故事 蛋糕 所以妳知道嗎 當妳有一些異常行為的時候 做老婆了 就是妳沒事 幹嘛對我這麼好 反而知道了 因為每天相處實在是太熟悉了 突然有點變化 太明顯了 怪怪的 沒錯 就是心裡出了問題 才會這樣做 現在的人都很懂心理學 不要亂嘗試 把蛋糕錢省下來 不要說我沒告訴妳 語迪 對 下一條 經常發呆或傻笑 這小男生嗎 對啊 這會被誤會 她有 痴呆症 怪怪或是可以看到一些 我看不到的東西吧 那妳傻了 有一點心機的女人都不會這樣想的 蛤 對 我就會知道她有鬼了 再來下一條 手機開始設密碼 手機設密碼這真的是 本來跟你同一個密碼 對 或者是本來 是你幫她設定的密碼 是的 後來她設了一個不讓你看的密碼 沒有啊 我就只是想說 怕在外面別人隨便就會打開 其實妳知道嗎 網路上有一些軟體 妳可以把私密照片藏到那裡 然後那個軟體又長得不像 藏秘密的軟體 藏秘密 真的 真的 她其實就是相簿 老師妳平常都在吸收一些什麼資訊啊 有妳 不知道我是網紅嗎 太厲害了 太厲害 對不對 這樣子所有的照片存在裡面 老婆就不用發現了 萬無一失 萬無一失 然後所有對話刪掉 OK 老公為什麼妳那個明明相不足有兩張照片 但是記憶體已經滿了 儲存空間不足 儲存空間不足 妳是科技新貴啊妳 我是 是 三虛達人 太厲害了 好 再來第十條 不會在妳面前查看訊息 Yes 手機擺在這裡 叮噹 沒事沒事 那公司傳來的 怎麼了 沒翻過來怎麼知道是公司傳來 妳拿妳是第六感特別零嗎 對不對 現在都會直接就是 不要讓妳可以直接瀏覽啊 就是等等妳有新訊息 喔 妳可以設那個 不要讓人家看內容的 對對對 就只有新訊息 還有妳可以關靜音 也不要震動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開誤擾模式 它還是打得進去 但假裝妳不在 不要說了 不要說妳 這次的主題是什麼 我忘記了 三人形是不行的 不行 但是我們製造了更多的三人形 對 讓妳們三人形繼續下去 這樣不對耶 這主題好像不太對 其實我們是在告訴所有的太太 男人要是要有鬼 那一杯鬼 怎麼樣都行 怎麼樣都可以 妳就算知道她密碼又怎麼樣 妳就算查了她的簡訊又怎麼樣 如果她想方設法這樣瞞著妳 說真的不要也罷 想怎麼樣就是會 滅絕失態來了 離婚吧 不要這樣 賴劍吧 應該這麼說吧 我常覺得外遇是凸顯了 妳跟妳先生之間 或妳跟妳另一半之間 問題的所在 所以其實主角是妳們兩個 這是第一點 所以妳要去理解 為什麼妳的另一半要劈腿 要嘛一 我們之間出了溝通的問題 對我覺得真的需要知道這個 對你們的問題在哪裡 怎麼樣 怎麼會從她只愛妳 變成她居然去看別人 第二個 這個男人 他的心態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覺得他也許是 他有什麼脆弱的地方 你沒看出來 然後讓別人趁虛而入 所以處理你們兩個的問題 我覺得是 遇到三人型的時候 第一個要務 而不是把苗頭指向第三者 因為我覺得苗頭指向第三者 你們都在逃避問題 因為妳消滅了第一個第三者 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如果你跟她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然後妳怎麼逼她認錯了 又回到妳身邊 這個問題就不要好了 這個就 也不是把問題解決了 方向錯了 對 妳們必須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比如說她覺得在妳面前 她抬不起頭來 沒成就感 對自信心有缺失 OK妳就知道了 不是說我們不能夠有成就感 而是我們可能要更照顧她的心情 或者是倘若她真的是扶不起來 那就分手了 對就因為妳講太正沒辦法 就是 妳太厲害她沒辦法 Sorry 是不是 還有網路調查外遇劈腿的理由 來我們來看一下外遇劈腿的理由 這也蠻值得看的 第一條我覺得很務實 下半身回不去了 信吸引力很強 好吧 癢癢癢癢 隨便妳了 我們中年就是會發福妳怎樣 生了小孩就是會胖對不對 對啊 信吸引力這一點應該就是還蠻原始的吸引力 可是信吸引力這一點有時候也是很奇妙 常常鎮弓都長得很漂亮耶 Yes 對不對 但是因為很漂亮所以也不屑 就是有的鎮弓就是怎麼說呢 很重態嘛 很 一定要關燈啊 或者是 欸妳這招數太下流了 妳不要這樣子 妳不要這樣子弄喔 喔阿喜 繼續快點 繼續下一條是 然後第二 只想遊戲人間 何必為了一朵花放棄整個花園 有很多人的心態是這樣 而且通常還會發生在有錢或長得帥的人身上 因為有錢就會覺得 我只 我這麼了不起 我只有一個女人 不是很可惜嗎 或我長這麼帥 我卻只能跟她在一起 不是很可惜嗎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男人有錢就做怪 或者是長得帥就做怪 多多少少有一種難自棄的感覺 那又沒錢又不帥 然後她 就常常會變工具人 怎麼會這樣 喔 對不對 但我覺得怎麼說呢 這雖然是這個世界殘酷的現實 對 可是每一個人還是要自重自愛 我覺得妳只是用一種工具人的心態 我有貢獻 然後希望得到妳的青睞 這還是不夠的 妳要有自信 妳要覺得自己很棒 不帥又怎麼樣 我有魅力 我有能力 然後我很負責任 這些都是妳的優點 這都是妳帥的地方 對 這是妳帥的地方 不要甘於淪為工具人 把妳當工具人都在糟蹋妳 所以我希望妳不要自棄 好嗎 然後第三是尋求刺激或新鮮感 那這個就我覺得是壞習慣了 這也沒辦法 對 妳要她喜歡新鮮感 那妳喜歡穩定 妳們個性不合 對啊不適合囉 第四 曖昧最對位 有的人也不真的要外遇 但她很喜歡來面 就很喜歡撩一下撩一下 每天都要 然後她就會覺得 這就是真的個性上有一點 她需要一點存在感吧 然後她需要有一點 別人把她當很特別特別的 然後她也會幻想 因為有曖昧嘛 我今天就要穿什麼衣服 這個曖昧的人 一定會多看我一眼 她每天人生 因為這件事情才有動力 是的 所以她必須這麼做 然後為什麼我進茶水間 她也進茶水間 肯定是跟著我來的 她就高興了 她就滿意了 沒有 她只是要去丟垃圾 哈哈哈哈 好 有人覺得曖昧蠻好的 還有第五 真的愛上別人了 這也有可能 這個是最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你就去吧 是 也滿無奈的 因為有的人 她真的是外遇起家的 哈哈 但是在一起十幾二十年 後面有沒有 也有啊 也是有啊 也有 但你就是必須用十幾二十年來證明 在你們不到十幾二十年之前 你們就永遠會被人家用質疑的眼光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從外遇起家的話 還是很辛苦的一條路 最辛苦 嗯 好 第六 想享受自由的人生 那你就別結婚 謝謝 第七 自治力太差 哦 那你很早洩囉 是不是也不要害人 她沒辦法控制自己 很早洩露出一些心理的感覺 哎呀 阿醒怎麼這麼會講話 開玩笑 就是 沒有 沒有自治力 所以其實 這樣的性格 在交往之初 我覺得女生如果看到了 也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對 她就像個孩子 或者是她就是一個 經常看到妹 就要展現一下自己 她就 沒辦法 控制自己 P檔 好 十數列車 兩個人在一起太無聊 只好找別人聊 那就沒辦法啊 可是 怎樣是太無聊 你們就這樣子啦 就是 無聊也不是一個人造成的吧 其實應該這麼說 兩個人有沒有同時有這個共識 我們的交往是要往這種 穩定生活邁進 先不要講結婚 穩定的生活 有的人是想要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之後 吻下來 可是有的人會覺得 我跟你在一起 那個剛開始的快樂 跟愉悅 跟那戀愛的感覺 才是我要的 吻下來 不是我要的 那如果發現了這個差距 很可能就是 後面悲劇的開始 所以兩個人的性格 兩個人對人生的規劃 兩個人對生活的需求 我覺得還是考量的重點 如果他跟你不一樣 真的不要勉強 因為最後 要不然就是你隨他 要不然他隨你嘛 如果他隨不了你 你又不能夠 一直表現出剛戀愛的樣子 然後陪他什麼走天涯 他要冒險 你就讓他去冒險 就真的不適合 就真的不適合 揮手拜拜 大步的走開 是的 不然你就會變成 你又在那邊講歌詞 真的 欸 你的歌詞喔 是蕭亞萱的 蕭亞萱 笨死了 你怎麼不替自己打歌啊 因為我的內容 是比較開槍鄭重紅心 剛在一起臉紅心跳 甜蜜蜜的階段 喔 所以我們不要幫阿喜的歌好了 放一下 一次就好了 謝謝 好啦 今天很高興請到阿喜 然後大家支持一下 三人行不行 三人行不行 好 再跟大家說一下 一看就不行 這邊 十月 南海劇場 十月六號到十月二十二 南部市新營文化中心 十一月四號到十一月五號 大家要多支持喔 拜託喔 好 也支持一下 我們從國外紅回來的 Share Tea Share Tea好喝欸 好喝 掰掰 Bye Yahooh